今天不管别人对你属灵的生命评价是什么 有一个最好最好的检验的方法 就是我们的家庭生活 真的 我们很多的时候太忽略这件事情 我们很在乎外面别人怎么看我们 怎么评价我们 宋尚杰博士上个礼拜我给大家看的 在新人门讯里面 十个肉体还没死的清单 其实我说岂止十个 要列上百个都可以列得出来 那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我们很喜欢别人夸奖我们 我们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 我们很不能接受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和误会 我一定要解释 我一定要真到底 这都是我们属肉体的一个特点 我们这个生命的特点 所以在家里面是最容易让我们表达肉体的地方 所以我说家是属灵生命的试经石 它好像一个天平一样 我们这个人几斤几两 是不是真的属灵 在家里面是显明的最清楚的 当我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我求求弟兄姊妹 不要替你另外一半听到 只能替自己听 千万不要说 你看看余地翁正在讲你 求求你 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的家没救 之所以没救 就是因为你这个态度 好不好 我们一定替自己听 一定要替自己听 我前几天还在那里服侍一些 弟兄姊妹他们中间的一些的问题 我说我们一定要让神来光照显明我的亏欠 不要让我的眼睛只看别人的亏欠跟失败 一定要看自己 好不好 所以家是一个天平 他在这里显出我几斤几两 你关起门来说你属灵 你关在生山里面去修养 那个东西属灵是虚假的 那个修养常常是经不起可靠的 这是不可靠的 经不起考验的 所以天平一称就称出我们的亏欠 称出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形 因为没有一个人 像我们的另外一半 会这样子走到我们生命的深处 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一样 能够洞察我生命里面的一些死角 更不要说还有很多死角 他根本不知道 但是已经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 可以走到我们生命最深的地方 也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 在我最平凡的生活里面 来了解我这个人是怎么过生活的 对不对 我们在家里面可能翘个二郎腿 在那里看电视 一看看三个小时 来到神家祷告 祷告得很好 别人看不到我们生活怎么生活 看不到我们怎么休息 看不到我们怎么处理压力 看不到我们怎么样处理挫折 我们都是在家里面表达出来 所以真的要很同情你的另外一半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在你旁边 应该回头说 你受苦了 真的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子 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那样子看到我们真实的本相 因为我们在外面 在公司 在教会 连你在路上买菜 去买菜 你可能都戴着面具 但你真实的自己只有另外一半看得清楚 却还肯继续爱你 了不起 所以有一个讲婚姻的一个牧者 他说当他真认识自己的时候 他说我说我决定不嫁给我自己 你听得懂他在说什么 如果我是弟兄的话 我决定不会娶一个像我这样子的人 因为看见自己的败坏 看见自己的自私 看见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决定不会把我嫁给这样子的人 我也不会娶这样子的一个人 那么自我 那么多的悲情下瓶在心中 那么多不可靠的地方 不真实的地方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属灵的人才会有这样子的感触 谁嫁给我 谁倒霉 还有一个人别人问他说 你为什么不结婚 他什么条件都好 经济条件 事情成就 他的品额 各方面都修养了 你为什么不结婚 他说因为我不结婚 可以让天下有一个女人 不要受苦 弟兄姊妹 这是真的对自己有认识的人 所以他像个天平一样 他也像一个镜子一样 你没有镜子 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我说戴德森的例子 说一杯水被打 溅出来的 里面装的是什么 溅出来的就是什么 这个例子常常提醒我 每一次当我受到激动 搅动的时候 我就想起神 借着戴德森讲的这个例子 这些事情 搅扰我们 激动我们 是要为了让我看见 我现在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没有这面镜子 我们都以为自己很好 看不见自己脸上画了一道线 看不见自己吃完菜 有个米连在水上 看不见自己刚才喝东西 滴到衣服上 我现在老了真的很难过 发现好几个领带衬衫上面居然有油 这是我年轻从来不会有的事情 但是你不照镜子没发现 怎么搞得刚刚吃饭会滴到身上去了 我们需要镜子 而我们的另外一半 常常是神摆在我们眼前的镜子 所以它是我们生命里面 一个很好的试经石 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所以当约伯 神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神用河马 神用鳄鱼 你会觉得约伯受苦 受这么多 神跟他讲动物世界干什么 是经过了前面三十多章 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工作 借着三个朋友对他的刺激 对他的误会 对他的定罪 把他所有最深最深的东西 掌戈给掏出来 所以当神最后讲河马的时候 他一看到河马就知道 那个河马姓约明伯 就是约伯 我血气这么大 这么骄傲 没有人可以比得我 我起来 所有人都得站起来 我讲话 所有人都得闭嘴 他才发现说 他里面的骄傲 平常他以为是人家尊重他 但是没想到 在他里面骄傲的这么大 当神讲到鳄鱼的时候 他知道那就是我 坚硬到没有人可以改变我 我的成见 我的主见 我的看法 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我 丢死妹 当神最后讲完这两个的时候 约伯说 我从前风闻有你 如今亲眼见你 我在如灰中懊悔之间 去定罪别人 骂别人肉体 责备要求改不了别人的 我们必须真的被带到圣灵的里面 为什么说需要十家 需要圣灵 圣灵在这里光照 圣灵在这里显明 但是圣灵也在这里医治我们 圣灵也在这里transform我们 来真正的改变我们 当我们被改变的时候 这个家就不一样 所以婚姻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骗局 就是只要对方改变 就什么都好 今天有多少人带着这个盼望 你不要举手好了 你自己心里面问你自己 只要他改变 我就好了 有没有人这样想 不要说没有 我们一定有的 我们都会认为这个问题是在对方 他脾气太大 他太自私 他不管我 他怎么样 他怎么样 我们都认为他他他 那你讲的可能是对的 他真的就是这样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看见了 你骂他的 你责备了他 他顶多外面改 但是里面没改 所以我们都需要 圣灵在这里帮助 他显明 他光照 但是他也在这里医治 他也在这里改变我们 而至终这个家庭 真的能够活出神所要者 充满了爱 充满了平安 充满了喜乐 非常疑 谢谢 那么 我 我们 我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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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